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等于时间6月8日2024年猪猛田径街头巡回赛西洋战已经落下了圆末 今天给他和我介绍的是男子跳高决赛的比赛 而我今天给他和我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江苏的王正 王正身高高达1米93 王正曾获得第14届全运会男子跳高冠军等等 现在的王正年年才只有22岁 最终王正以2米27的成绩创加季别忘了 赛前王正的个人PP为2米32 而这个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或许也是王正的福定 就在去年进行的2023年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南京战 男子跳高决赛中王正跳出了2米32的成绩 成功打标了布达佩斯四级赛的列标 虽然和中国飞轮张国伟还有所差距 但是王正现在还很澄清 可以说潜力是无限的 本赛季王正的个人最好成绩为2米24 本场比赛王正的最大击中对手就是来自山东的段玉涵 比赛克时候段玉涵的开把高度为2米00 只见段玉涵非常轻松就越过了这个高度 接下来的挑战高度来到了2米10 这个高度也是王正的开把高度 二者也是非常轻松就越过了这个高度 接下来的挑战高度来到了2米15 王正直接选择免跳这个高度 而段玉涵第一次在挑战这个高度的时候失败了 好在第二次在挑战这个高度的时候被他成功越过 接下来的挑战高度来到了2米20 王正和段玉涵都是一把就成功越过了这个高度 接下来的挑战高度来到了2米24 结果王正展现出非常不熟的经济状态 还是一把就成功越过了这个高度 继续取在第一位 而段玉涵是第二次才越过了这个高度 接下来的决胜高度来到了2米27 结果段玉涵三次在挑战这个高度的时候都失败了 而王正第一次在挑战这个高度的时候也失败了 不过接下来王正终于爆发了 只见王正这一跳不管是充斥还是同工高度都做得非常到位 王正成功越过了这个高度 由于脚踝还有三次 王正放弃了接下来更高的词跳 最终王正以2米27的成绩无群的流化 段玉涵以2米24的成绩无得压剧 王正这个成绩也创造了本赛季国内该项目的最好成绩 全场比较下来 王正一共就跳了5跳 而5跳就成功了4次 这也足以证明了王正的实力和潜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允顺从此别 青山空腹琴 我们下期展会